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來帶大家認識相撲硬舉 也就是Sumo 又稱寬腿硬舉 那如何區分載腿硬舉跟寬腿硬舉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雙腿在雙手之間都叫載腿硬舉 只要你雙腿在雙手之外都叫寬腿硬舉 今天會跟大家講解 準備 握具 握法 脊柱中立 臀位 佔據 身體相對位置 發力 呼吸 啟動 張力位置 以及護具 如果想學載腿硬舉的朋友可以點這邊 或是連結我會放在影片最後 在開始講解之前我想先帶大家了解自己做寬腿硬舉的目的是什麼 那很多人會覺得相撲硬舉只是一個可以讓行程變得更短 讓建立選手舉起更大重量的姿勢 但你在做相撲硬舉時你會發現 當我們的雙腳踩得越開 坐得越低 就會有越多的內收機及腿前側的參與 相對下背壓力就越少行程也越短 那寬腿硬舉真的有這麼神嗎? 既然如此建立比賽是不是應該人人都使用寬腿硬舉 其實寬腿硬舉並不適用於所有人 我們必須用身體判斷自己適合哪個動作 比賽建立的選手有用傳統硬舉的 也有用相撲硬舉的 雖然兩者訓練到的肌群部位都差不多 但兩者出力最多的肌群不太相同 比如說傳統硬舉在高臀位時下背部以及腿後的參與會比較多 低臀位時會有較多的腿前側參與 而相撲硬舉當你站得越寬坐得越低 就會有越多的腿內收以及腿前側參與 臀位越高就會需要用到更多的下背參與 所以要斷電哪種動作比較好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姿勢它沒有最好只有最適合你的 接著我會帶大家從準備到啟動再到結束完整的走一次 當我們裝好槓片之後走至定位 槓與身體的相對位置 正面來看身體對準槓的中心慢慢把雙腳踏開 我會建議一般剛接觸相撲硬舉的朋友 可以先從以下蹲時雙手觸槓 雙腿與地面呈現90度開始 之後再慢慢找出適合自己的佔據 側面來看槓的位置落在腳掌中心 當你臀位越低槓就會越貼近近腹 接著屈膝彎腰抓出握具 基本上良好的握具會與肩接近同寬垂直於地面 正能讓你的斜方肩甲手肘手腕 呈現在最自然放鬆的中立狀態 至於握法主要分成三種 雙正握、正反握、勾握 雙正握的好處是左右兩邊受力平均 起鋼時較不會產生晃動 長時間訓練下來也比較不會造成左右肌群的差異 但通常比較其他兩種握法 在做大重量或高次數的時候難度較高 主要是因為握力的問題 而正反握通常可以讓你在沒有使用拉力帶的狀態下 拉得比雙正握重量高上許多 但要特別注意 啟動時左右不平衡造成的旋轉問題 以及左右手的肌肉張力不平均 手臂千萬不要有抬拉的動作 一個不小心可能就會造成肌肉拉傷 最後勾握這種握法也是我本人目前使用的握法 至於為什麼我會使用勾握 我單純就是怕我的二頭肌斷裂 勾握的方式是將大拇指貼在槓上 用的食指以及中指包住拇指再握住槓 每個人的勾握方式都不太一樣 有人會把大拇指整個含在中指內 讓整個大拇指在槓的下方 有人會含住一半讓大拇指在槓的側邊 但不論是哪一種都非常的痛 你可以自己去試看看 再來脊椎延伸到頸椎一樣 保持在中立的狀態 當你保持在一個良好的位置 你的胸自然而然就會微微的挺出來 不要很刻意的去做挺胸的動作 我看過很多人習慣一發力臉就跟著向上看 導致頸椎壓過 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動作 如果你已經養成這種習慣請無必要改掉 接著我們來聊聊原背與過度同腰 在做硬舉時肩甲自然下放就好 這時候從側面看 上背會呈現自然的弧形而非所謂的錯誤原背 再來臀部的位置到底要高還是低 要不要坐下去 理論上趨幹短手長的人 他的臀位就會越低 趨幹長手短的人他的臀位就會越高 但這是建立在對不同軀體的人來說 最中立的啟動發力位置 在越接近中立的狀態下 啟動硬舉對你越有利 但是還是有些人會習慣用低臀位 或是高臀位來啟動硬舉 這是因為他們習慣啟動時 臀腿參與多一點或是下背吃多一點 對他們的發力比較有優勢 不同於傳統硬舉的是 相互硬舉當你站得越開 就會有越多的內收肌參與 當我們站越開始腳掌就得越外發 而膝蓋及大腿必須完全順著腳尖的方向走 記得膝蓋不要內夾 當我們站置一個適合自己的佔據時 下端置雙手握槓 這時候身體相對位置 從側面來看 重心會落在我們的正下方 雙腳平均受力於地面 接著發力繃緊背部 拉近雙手自然下墜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 我們想像雙腳腳掌踩住地面向外畫圓 想像要把地板分成兩半的感覺 有助於提升我們下肢的肌肉張力 確認好全身張力之後 我們吸飽氣氣成丹田 想像一下吸大口氣然後把它吞進肚子裡 提升腹內壓鞏骨骨核心 發力時我們把注意力 放在雙腳穩他的地面向下 用力向下踩然後站起來 臀部向前同時推出 而不是想著要靠上半身把槓拉起來 記得當你把屁股往前推時 你的背、膝會同時打直 我看過很多人會先打直膝蓋 接著才把背打直 這是一個不正確也不順暢的方式 再來我聽過很多人說 從啟動到頂點時槓都要緊緊貼著你的腿 這導致我看過很多人在練習硬舉的時候 為了讓槓貼著腿導致膝蓋過度前傾 啟動時都會刻意把槓去繞膝蓋的動作 然而槓的理想軌跡應該是要呈現接近一直線的 好好的維持好重心 不要刻意死貼著腿去做硬舉 當我們站至頂點時 屁股夾緊往前推 確認好背、臀、膝肩的位置是否完成 這個時候怎麼起來的就怎麼下去就好 建議剛開始接觸硬舉的朋友 用吸飽氣避不這口氣上拉頂點後 靜帶放時再慢慢把氣呼出 重新吸飽氣後再做第二下 那護具的部分我會建議可以使用腰帶以及拉力帶 你可以在暖身組到第一組的時候 不去使用它們 來訓練核心跟握力 但當你在做大重量、高次數、高阻速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腰帶跟拉力帶來輔助你完成訓練 那通常握力會是一個最大的阻礙 但如果你有意願要去參加比賽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每次訓練的一開始都空著雙手去做硬舉 直到你握力真的無法應付 或是大拇指真的痛到不行 身體卻還有力氣時 就可以使用拉力帶來做訓練 最後硬舉適合穿的鞋子 你只要注意鞋底薄平硬三個原則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劍爾幹野 下次見 掰掰